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330附近 而油价则轻微下跌2% 目前是在59.20美元一桶 最后数字货币方面 比特币价格结束了连续5天的上涨 昨天出现了轻微跌幅 大约是下跌200美元左右 目前的市场交易价格在8600美元附近 那么在今天这个话题中我们来说一下的是 其实呢 谈到这个A50啊 它不仅仅呢 是只有南下资金 更多的是从香港进入中国北上的资金 大家知道我们在指数产品上 从2017年重点看好的两个产品 一个是恒生指数 一个是A50指数 那么对于恒生指数的看好 其背后的观点 其中一点呢 就是由于中国的外汇管制 导致呢 很多时候 这个之前 你投资美股也好 投资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好 现在呢 都没有办法投资 因此 在目前国内除了A股和房地产以外 另外合法的投资渠道呢 似乎看上去呢 只有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来接触港股 尤其是接触呢 在香港上市的投资于 世界上其他各个地方地产或者股票的基金 这一些大的基金也同样可以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来购买 所以说 我们说到南下资金 就指的是呢 从中国流向香港的大部分人民币资产 这些资产呢 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 购买了大量的在港交所上市的股票 以及上市基金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个问题 就是沪港通也好 深港通也好 它的通道啊 是双向的 它并不是单车道 所以说 除了南 这个北上资金南下以外 很多来自国外的资金 也同样可以通过香港来北上购买呢 中国的指数成本大盘股 所以说 我们很多时候呢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只是我们去买香港的股票 其实很多国际投资者呢 看到中国A股在去年的时候的整体市盈率非常之低 包括罗杰斯 包括巴菲特 他们都通过各自的基金 通过呢 这个沪港通和深港通 也购买了很多中国的蓝筹和大盘股 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到一样 你如果要投资中国 那么自然而然 首先要看的呢 并不是公司的财报或者是行业 首先要看的是政府的政策 以及呢 这个领导的态度 任何情况下 这个在中国的A股上面呢 一定要顺应政策走 一旦跟政策反着走 比如说政策让你涨 你偏要卖空 那毫无疑问 你必定会输的是一塌糊涂 所以说刚才说到散户投资 我们今天再说一个有趣的现象 很多时候啊 特别是投资A股 国外也是一样 咱们华人投资 散户啊 喜欢买那些小的股票 看上去呢 经常会发生大涨的股票 今天比如涨10% 明天来一个涨停板 连续涨停板 大家喜欢买这些股票 而其实机构也好 基金也好 或者大的庄家也好 他们购买的呢 往往却是越大越好 A50 上镇100 中镇100 像这一类的公司 所以散户所喜欢买的 都是市值不超过500亿的企业 而基金和机构购买的呢 却是市值不低于5000亿的企业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思维的严重反差呢 在我看来根本原因就是呢 散户首先考虑的就是我能够赚多少 这一块钱两块钱的股票 一旦涨起来可以涨到10块20块 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风险 而相反那些机构投资者 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我这个股票能赚多少 而是在最差的情况下 我有可能亏多少 所以一个看赚一个看亏 这个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对于风险认同的巨大差别 所以在今天的话题中 我们要早整跟大家说的是 尤其是我们散户投资者 我们投资任何的产品 首先你想的不要是想能赚多少钱 而是要把它往坏的地方想 在最差的情况下 我会亏多少 你是会亏100% 还是亏50% 还是最多只会亏10%到20% 这一点就相当于是 一个水桶里面的水多少 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 而不是最长的那块板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产品说明上面 我们跟大家说两个 一个是刚才说到的香港恒生指数 我们看到香港恒生指数 从这个下跌以来到现在 在短期的线图上面 首次是出现了一个即将看涨的信号 为什么说即将呢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突破 这条关键的压力线 大约价格是在30,300点左右 一旦恒生指数冲上了30,300点以上 那么我们觉得它很有可能 会有继续上涨的动力 第二个产品呢 说的是澳元兑美元 也同样 澳元兑美元曾经在 这个1月底的时候呢 到过0.81 在这一轮美股下跌的时候 最低是跌到了0.77 上下大约是400点左右 那么现在澳元兑美元已经不像港股啊 还没出现 澳元兑美元是已经出现了突破性信号 在短期目前就是一个突破信号点 也就是说澳元兑美元如果价格再创新高的话 那它很有可能将会有更大的上涨空间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对于产品的推荐 那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澳洲时间晚上12点钟 美国会出台他们核心的通胀数据和核心销售数据 再到晚上凌晨2点30分 是做石油的朋友要注意的 每周一次是原油出量数据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